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红娱乐 我们常说猫吃鱼 狗吃肉 奥特曼打小怪兽 其实被打的不仅仅是小怪兽 奥特曼又被怪兽虐打的时候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奥特曼被怪兽踩在脚下虐的是个悲惨瞬间 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初代奥特曼 初代被踩在这一幕发生了第26集 对战怪兽哥马拉的时候 狂化之后的哥马拉战斗力直线飙升 头脚一顶就把初代给撂翻了 没等初代站起来就直接踩在了初代的背上 轻松将初代压制住 贝勒初代好大力气才将其推开 结果尾巴一甩又把初代给撂倒了 还把初代的变身器给打飞了 虐得初代骄傲苦不堪 左飞奥特曼 左飞是宇宙警备队的队长 按理说在光之国就会挺高的 可是他却没有自己的证据 换的也是相当的惨 在超音和传说里边直接被贝勒亚从空中踩到了地面 计时气度被踩灭了 临走时很不忘记再踩一脚 被贝勒亚搞得颜面尽失 迪迦奥特曼 众所周知迪迦是一个非常有善心的奥特曼 可是他却曾因这一点惨遭怪兽的暗算 在第七集里面 丽娜被雷球蓝星人抓走 把大鼓气坏了 变成奥特曼之后对怪兽好一顿痛扁 结果雷球蓝星人爬地上装死 把迪迦吓了一跳 后来狡猾的雷球蓝星人假装跪地求饶 背地里又拿风车砸迪迦 把迪迦打倒在地 趁机对迪迦又是踩又是锤 还掐着迪迦的脖子 使劲的摩擦 真是坏得不得了 盖亚奥特曼 盖亚虽然是平成三杰之一 可是却没有迪迦和弹着奥特曼的日子好过 在剧中经常被阿古如抢戏 活生生的主角混成了一副配角的模样 在对战最大怪兽天使作格的时候 盖亚直奔怪兽面不飞去 结果却被作格轻轻一拍 给拍飞到地面 接下来作格的大脚一脚踩下去 直接把盖亚踩进了土里边 盖世阿古如上前 推开了左哥的大腿 才把盖亚给救了出来 麦克斯奥特曼 号称最快最强的麦克斯 自从经历11亿风波之后 直接转成显得最搞笑的奥特曼 在对战巴尔坦星人的时候 被巨大化的巴尔坦星人 直接踩在了脚下 嚣张的巴尔坦星人 还不忘记跺了跺脚 反复地踩了又踩 好在后来 麦克斯也巨大化站了起来 要不然真的被踩成肉饼了 孟比优斯奥特曼 要说最惨的 应该就是孟比优斯奥特曼了 孟比优斯在第37集 对战加修莱茵的时候 先是被怪兽变成了一座金像 很扬言要把孟比优斯当收藏品 后来被怪兽硬声声 踹倒在地 朝着奥特曼的胸口 就是一顿猛踩 胸口的计时器都被打碎了 危机时刻 还是奥特之父来救活了他 塞罗奥特曼 塞兽的应运和帅气 是众所周知的 连贝利亚都不是他的对手 要说被怪兽欺负 应该很多人不相信 故事发生在塞罗奥特曼格斗里 意识到打倒百特行人 皮股猛也会死 塞罗一下子手软了 一不留神 武器被百特行人打飞出去 结果整个人都被撂翻了 最后百特行人 直接踩在塞罗的脸上 这应该是塞罗最惨的一次了吧 银河奥特曼 银河算是最无辜的一个了 正在变身的过程中 被黑暗路加拉一脚踢飞 刚反应过来 黑暗路加拉的脚就过来了 直接踩在银河的脸上 刚出场就红灯闪烁 也是没水了 被怪兽好一顿痛扁 欧布奥特曼 欧布接战王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不过在面对魔人太加古拉的时候 就有点支撑不住了 在第23集 一个不留神就被加古拉钻了空 被加古拉的心悦斩过击中 最后倒地不起 只有曾经相爱相杀的好机友 也是坏得很 最后还不忘记过来踩一脚 顺便跟鸿开切了个翻身 罗布奥特曼 罗布俩兄弟是非常逗逼的存在 打怪兽的时候经常出球 搞得安忍成看不下去了 在第8集里面 变身成黑暗欧布 准备交他们俩怎么做奥特曼 这个时候的罗布奥特曼 还没真正地承担起来 就只能被黑暗欧布虐了 暗黑一元圣光线 直接将二人打倒在地 暗黑欧布对着罗布兄弟 就是一顿萌彩 好好地给二人上了一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了 你还知道 你会遭遇哪些被怪兽虐得很惨的奥特曼吗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同时别人请点赞和关注我们哦 下期节目更精彩 拜拜